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人大都是面子动物 总喜欢把光鲜的部分摆在外面 把不堪的部分掩藏起来 这是人的本能 虚荣心并不见得都是坏事情 正是因为虚荣才能够促使我们 不断地向更好的方向前进 但故意虚荣或者是心中无法藏室 总喜欢把那些微的光鲜亮出来给别人 可能会给生活带来一项不到的麻烦 智慧的人都善于掩藏自己 任何事情只要做到心中有数 无需悉数投给外人 这样才能过好自己的日子 生活中总有一些人喜欢炫耀自己的财富 恨不得让天下人都知道 但其实学会装穷才是一种境界 朋友说前几年她一直不能理解自己的母亲 每次买给她的一些好的衣服或者是营养品的时候 她都会告诉邻居说是女儿趁着打折新货时才买给她的 明明几千块的保险品 母亲就说几百元 一千多的羽绒服 母亲说只有两百 直到有一次她给母亲买了一条七八百的围巾后 被母亲说是一百多 结果有几位邻居都拖到帮忙买一条 朋友就对母亲发了火 她觉得自己委屈 可是母亲却说 邻居条件都一般 还有的儿女生活靠父母帮衬 自己若是把原价说出来 他们心里会觉得有太大落差 并且你觉得平常的事情 在别人耳朵里却可能是一种炫耀 次数多了 日子久了 也会给自己添加一些麻烦 后来朋友经历了一些事情 才体会到母亲装穷的真正意义 她平时花钱大手大脚 在同学同事面前也不拘小节 所以大家都觉得她真的很有钱 其实她薪水还算不错 但就是败在不会理财 每个月几乎都会成为月光 然而她的一位同学却不这样想 同学向她借钱她拿不出来 结果同学把她的一些私人事情 发布在群里 说她是靠着美色上位 还放出她和老板的合照 虽然事后有人帮她澄清了这件事 但却让朋友在那一刻清醒过来 这个世界不是所有人都巴望着你好的 总有一些别有用心之人 你能为她所利用 她觉得理所当然 你不能为她所用 她就想方设法地毁掉你 生活中往往有一些人 为了所谓的面子白阔 想让人觉得自己不一般 能力强 一位同学 便是如此 毕业差不多五年后 同学聚会上 她开着一辆四五十万的车出现 让很多人对她刮目相看 但没过多久就听说她在卖车 据了解是车贷还不上了 当时为了跟风买那辆车 从父母那里厚着脸皮 要了二十万 还贷了三十万 身边人都劝阻她 她说 做人嘛 过好一天是一天 何必委屈自己呢 可是手里还拿着没有过万的月薪 就盲目地超现消费 只能说是很不理智的行为 虽然一辆车 让她在人前正足了面子 但理则呢 其中的痛楚 只有她自己才能明白 往往越是喜欢炫耀的人 越是没什么钱 有钱的人 往往都很低调 俗话说 数大招风 越是把自己置于风喉浪尖上 结果就越会承担更多的风险 遭到别人的嫉妒和不满 因此 越有所成的人 就越是懂得藏妇 甘于过普通人的生活 郭晶晶虽然加入豪门 可是他用五毛钱的发圈 买十来块钱的街边桶装 一件礼服反复穿 带孩子去大卖场 自带狗来 完全没有豪门贵府 高不可攀的感觉 从霍喜刚在社交平台上 擅述他们家的照片时 客丁装修 陈设简单 电视机 花瓶 还有空调都在补动不过 这与他们顶级豪门的身份 实在违和 然而夫妻两人坐席 公益事业时 捐款毫不手软 一出手就设计千万 美国有位在养老机构 十分空门的老头 杰克 麦克唐纳 他在逝日的时候 一直非常努力地装穷 很少注重物质享受 和表面的虚荣 然而 他曾经在美国的 捐款榜单中 排名第五 仅有几个亲朋之友 才知道他是福 他装穷是因为 不愿生活在灯红酒绿里 也不愿意被贪财的人纠缠 为了过平凡的生活 而另一方面 他暗地里落负 把财富都捐给了 需要帮助的人 不是说有钱 就一定要去过 贫苦的日子 或者是把钱都捐出去 而是懂得 不要过于招摇 更没必要 在别人面前炫耀 要知道 不富盲必漏 懂得 仓富 才能 为自己带来平静的生活 如果谁都知道 你有钱 上门借钱的三五成群 你该给哪个 不该给哪个的 你借出去的钱 如果到时候还不上 又该怎么办呢 谁的钱 都不是垫上掉下来的 也都是 自己辛辛苦苦 一分一力攒下来的 如果不懂得装穷 只会给自己 涂增烦 与其把钱 这样给别人花 还不如去帮助 真正值得的人 生活说到底 是自己的 不需要把什么 都展现给别人 低调一些 才能够过好 自己的人生 在人类社会中 凡是有真正 有钱有势的 有所成就的精英 几乎都是 非常擅长装穷的人 经常在新闻上 看到他们穿不衣 不鞋 吃醋啥淡饭 在身边的生活中 凡是有着 很强工作能力的人 几乎都是 非常擅长示弱的人 他们日常 谦卑 虚心 常常向别人 诉说自己的 不足之处 《鬼谷子》里面说 圣人知道阴 与人知道阳 智者是义 不智者是难 意思是说 聪明人的 处事原则 是隐而不漏 愚蠢之人的 处事原则 是大肆张扬 所以聪明人 容易成功 而愚蠢之人 常常失败 举个例子 马云说自己 人生最大的错误 就是创建了阿里巴巴 马化腾说自己 除了房子大一点 也就是个普通家庭 刘强东说自己 不知道妻子有多美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这些言论 实在是过于夸张 虚浮 但这些大了 为什么还要这样说 实际上 他们就是在故意示弱 故意把自己和普罗大众 放在同一个平面上 懂得示弱 是一个非常高超的 厨师智慧 能减少和消除 许多的人 不满和嫉妒 那些事业的成功者 生活的幸运儿 遭人嫉妒 是在所难免的 而用适当的方式示弱 就能够最大程度地 化解这些消极作用 说实话 马云之类的人 如果锋芒毕露 大肆张扬自己 有多少钱 有多大本事 那么势必会招致 许多人的反感 他们的事业 也必定会受到负面影响 但是他们故意 暴露一点小缺点 出点小洋相 不仅可以扩大 自己的事业影响力 还能够增强 自身的经合力 获得众多网友的好感 鬼姑子还有句话说 冒着不美又不恶 固执情拖延 就是说 善于隐藏锋芒 喜怒不形于色的人 就是可以托付机密大事的人 在生活中 地位高的人 常在地位低的人面前 展示自己 艰苦奋斗的过程 有钱人常常诉说 自己在工作上的 诸多难处 有一级之长的人 往往会说自己 在其他领域一窍不通 所有的这些 不仅能够 使处境不如自己的人 保持心态平衡 还会使别人放松警惕 告知自己一些商业机密 从而让自己掌握更多的信息 他如果不懂得 隐藏自己的强大 就会让旁人 从本能上产生 距离感 嫉妒心 这些心态就会使 某些人成为 阻碍你成功的小人 给你的事业和生活 造成诸多困难 由此可见 在与人交往中 要学会装穷 表明自己并不是一个 高高在上 实现实美的人 才会让别人 与你来往时松一口气 赋予你为敌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山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